十管七八十岁的患者 然后近期不是有所免疫肺炎的呢 免疫肺炎 那边医生说那段是一下子消不掉的 所以得长期用激素的 我看一下是不是免疫肺炎 它是入煮的还是 对 它已经放凉过的 但现在吃饭就好了吧 吃饭了就还是一下 不是 梗都顺了没有 哦 可以 顺了吧 对 关键要评估一下它 现在肿瘤怎么样了 因为它做了化疗免疫治疗放疗是吧 对 放化疗 然后就都做了 现在就是看瘤子有没有消掉 我记得它是描效不错的 描效不错 对 加了放疗肯定增加了免疫肺炎的发生率了 嗯 所以能不加尽量不要加 代谢会正常那个零块钱 对啊 就说明说不定肿瘤都消掉了 放射加免疫就是容易引起啊 而且放射肺炎和免疫肺炎很难分开的嘛 这是放射肺炎的可能性 其实它本来肺差一点 其实并不是特别重 现在应该还可以吧 现在可以了吧 吃药 对啊 吃药不怕 慢慢再停 那就这样子的 让它再缓一缓 让它再恢复好一点 大概过一两个月回来做一次胃劲 胃劲 就确认肿瘤是不是都消了 因为看这些检查我们觉得很可能肿瘤消了 也不需要做手术 如果肿瘤没消 它身体要恢复好了 可能还得做手术 所以要等那个 让它现在好好恢复吧 营养了 它现在不堵了 吃东西不堵了 就让它每天加强 每天把那个营养粉奶粉 泡到水里面让它喝 就喝盐粉的 然后吃饭了 它不哽的话就吃了 哽了好像是 但是就没胃口 不是 它做了这么多治疗 肯定是没胃口 一直是没胃口 就要靠它慢慢恢复了 然后就老是说 它的脚没感觉的 那就是也是打药的副作用 慢慢不打了就好了 整个人在肠上不想动 不但是人的意志力肯定有关系 那也鼓励它了 你就说治好了 然后给它那个什么 加强营养 那现在就是也不用用药 就是直接就让它 主要是加强营养 不能再用药了 它那个之前就是副作用引起的 所以就要用急速来让它缓解它的副作用 就是免疫药放疗加到一起 它就容易出副作用 但是现在看起来有可能肿瘤能消掉 不用手术 不用下一步之类 所以要再过一个月左右 一两个月做一个胃剂 才能知道那个瘤子是不是完全消了 好好养它 好好再养 加强营养 好 你再一讲 又觉得很开心了 他真的有点开心了 后边的发现能把它给削了 就是有这可能 有这可能 有这可能能把它给 削了的话 它就等于是这一段是比较成功的一次治疗 是吧 那当然了 你肿瘤嘛 感谢 谢谢